中国女留学生张颖颖在美国失踪已超过两个星期 今天FBI公布重大进展 表示已经找到了嫌疑车辆 张颖颖在6月9号上辆黑色四门的土星轿车后失踪 今天FBI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该嫌疑车辆 但是为了保护案件的调查进度 他们暂时还不能对调查具体细节发表评论 早前FBI宣布张颖颖失踪案已经被列为全国最优先级本案件进行调查 6月25号 YUC校警还在寻找张颖颖的页面上公布了由颖颖父亲提供的此前未公布的7张照片 希望能最大线路的转发扩散这些照片尽快找到颖颖 至少警方她确实在认真的做事情吧 以及更加多的是希望说这样子的话能真的证明说这个东西快要出几个过 对的可能是更加期待了吧 如果说是心情的话 在颖颖走失的19天里 当地留学生自发的组织起来来帮助警方搜寻线索 张贴各种海报 以帮助银的家人在美生活 而本周四 他们还举办爱情音乐会来帮助寻找银银 而今天晚上 他们在我背后中教学楼里面紧锣秘古的彩排中 因为银银她喜欢音乐 所以说我们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 一个是让大家更了解银银 一个是让大家会去知道说 有这么一件事情 再一个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扩散消息 因为像这样子一个视频 可能看上去会更加有趣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分享 愿意来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